大学经常是学生拓宽视野 练习独立的学习期间 因此有许多学生会选择校外住宿 慈基大学希望同学能专心念书 每学期都会举办校外租赁安全讲座 提醒同学在校外如何住的安全 每学期差不多第五周至第七周 会来办一个扩大一个讲座 两个校区分别都会来办 具备法律知识的讲师李宇龙 经常帮学生解答关于租赁方面的问题 房子的建材是否为海沙屋或辐射钢筋 电压是否过量 符合安全法规吗 当新闻播出学生因校外居住安全而发生憾事 我们能不关心吗 也许农舍或是一些建筑物 我们要去了解到它的结构的安全 像我今天在课堂上跟同学谈到 海沙屋、倾斜屋 或是说一些比较结构上面 受到外力去侵害的部分 校外租赁也经常会遇到与房东之间的问题 例如房子漏水、钥匙不见 或是房东临时把房子收回 遇到这些问题时 我们又该如何解决纠纷? 这场讲座中 讲师都有为同学一一解答 讲师有特别提到 就是像如果我们换了新锁 就是房子换了新锁之后 被分钥匙要不要给房东 那如果没有给房东 那像花里很常有台风 那怎么办? 若有法律或租屋上的问题 欢迎到讲师的部落格 请订小王子免费咨询 用正确的观念 丰富大学生活 能够真正安心、安全又多采多姿 校园记者李嘉宜、何春雨 此季大学报导